《银南重古》这部剧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了 一直在传说定档,结果却一直延起 结果最近还卷入了吴亦凡事件的争议 监制管虎因为早前支持吴亦凡的言论 最近也卷入了舆论漩涡 也导致《银南重古》这部剧被连累 不过管虎也只是挂名监制 应该不会像青三型那样 不得不说,鹅厂今年真的水腻 这么多型结果一步都不行 《银南重古》可以说是鹅厂这么多剧里面最令人期待的了 盗墓题材的网络和电影近年来颇受观众喜爱 这个题材有悬疑、推理、惊悚等多种元素构成 可以说是看点十足的一种类型片 从最早的盗墓笔记网剧开始 到后来的鬼吹灯系列网剧 《南派三叔》和《天下霸创》的系列故事 不断地被翻拍成网剧和电影 盗墓题材也逐渐形成了体系化的制作规模 谭月明、张雨琪、江超版的《鬼吹灯》 在这剧中有着很不错的口碑 上一部《龙领迷哭》更是有着8.2的高分 目前为止可以说是《鬼吹灯》系列的天花版 剧情节奏快 演员演技好 内容也很还原 三位主演也被认定为最贴合原著的一版 获得了大部分原著粉的认可与好评 谭月明主演的《鬼吹》 眼神漂浮却又不散漫 看似不羁 实在稳重的角色形象 被他诠释得非常到位 广受书粉好评 而张雨琪饰演的《鬼吹》也还原了该角色的极明能干 身手非常 虽然他的认可度没有潘月明那么高 但也很受期待 至于江超饰演的王凯璇 在《龙领迷哭》中表现出了角色应该有的血性和意气 但不少原著粉指出 该剧削弱了王凯璇的武力之一 希望在云南重谷中会加以改进 这也是为什么观众如此期待远班人马的云南重谷的原因 尤其是前段时间也上映了一部盗墓题材的网剧 叫《云顶天宫》 只不过因为剧情的拖拉 演员演技的不精湛 特效的敷衍等等 之后被大家评为最差的盗墓笔记作品 很多小伙伴都没有坚持看完前三集 甚至第一集没看完就直接弃剧 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没办法 大家看完云顶天宫之后 对云南重谷又开始期待起来 《鬼吹灯》整部的故事线为 在惊觉古城受到诅咒 至于第二部《龙民迷哭》得到解除诅咒的办法 木城珠 第三部 三人至云南重谷找到了木城珠 第四部为 去西藏昆仑神宫解除诅咒 后面四部 以孙教授利用胡巴一等人替他收集摧毁尸仙的神物 并成功进入地仙村为线索写 暗线为完善盗墓江湖 其实在上一部的《龙民迷哭》大获成功之后 盘月明、张雨琪、江超组成的铁三角 就连续签约了五部《鬼吹灯》系列电视剧 而这部《云南重谷》正是延续了上部《龙民迷哭》的故事 讲述了他们在得到地图之后 为了治好自身的诅咒 前往云南寻找献王墓的故事 整个故事惊心动魄 一路上也是颇为惊险 被誉为《鬼吹灯》中最恐怖的一篇 三位主演根据《陈瞎子》的指导 在遮龙山下的地下暗河中 经过鞋虫、蟒蛇、刀尺魁鱼的生死考验 又经历荣树上的二战时期的美军运输机事件 水底女士、水蜘蛛、观音等的攻击 克服重重困难后 找到了献王墓也就是凌云宫 后在落入水下墓道之后 找到三口腰关以及真正的献王墓关 最终得到墓尘珠 在破坏了青龙盾笔后三人逃出 同时根据献王墓里找到的墓尘珠和黑色纸环 要解除还需要去葬地的魔果 由此引出第四部《昆仑神宫》 云南虫谷是鬼吹灯小说中最精彩惊悚的故事之一 各种奇虫异兽非常之多 这部在鬼吹灯系列里占的比重也比较大 热带与灵力的探险本就充满危险和神秘 再加上特定的生物输出 所以对甘管的刺激会很强烈 所以在特效上要求会更高 这是优点也是缺点 得到观众的认可这部剧就算成功了 否则会吐槽生一片 不过之前的预告片中包括大祭祀的御官 质感做的就相当不错 还有像怀孕了小说中葫芦洞浅的神神庙 飞机残海的镜头 以及墓穴里的蛇形机关等等 滤镜感非常厚重 特别有紧张的氛围感 还有像需要特效镜头比较多的林云宫 看上去质感非常棒 感觉到剧组的经费在疯狂燃烧 原著所描述的重古 有感觉到剧组下了大力气去还原 仿佛让观众和主演们一起置身雨林 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感 看得出整个剧组人员的用心 还有就是剧情 让书迷们担忧的是终于来了 据豆瓣显示 该剧由原来的21集被锁短到了16集 网传是因为云南重古在二次审核后 删掉了很多原著的名场面 尤其是红衣女鬼的情节 大概率是无法保留了 龙林迷枯一共18集 在这种情况下 观众们还直呼没看够 但到了云南重古不多反而少 这就让观众们有些伤心了 如果在这么短的集数内 没有把故事演绎的完整 那么注定会扑街 不过也是无可厚非的 相信原著粉对此也是早有准备 毕竟这一情节在原著的描述 是很难被播放出来的 而一些神奇生物等 在预告中都一一呈现 大部分应该都会精准还原 从目前得到的消息看 这部剧没有注水加息的情况发生 毕竟一共也只有16集 想注水也注不了 而且潘月明 张雨季 江超三人演技很赞 默契程度配合程度都很高 相信依旧不会让观众失望 总体来说 云南重古虽然有部分删改 但大部分还是还原了出来 尽量地保留了更多的原著精彩剧情 可以看出剧组是非常用心的 书粉应该也会看得过瘾 其实要拍好盗墓系列的电视剧 不在于特效究竟有多好 而是在于所呈现出来的精神 与情节的合理还原 如果像电影版的云南重古那样 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讲述男女之爱 就一定会被观众所不喜 魔镜下为何则生 坟则死 观众想看的是铁三角之间的 战友情和兄弟情 以及三人合作共同经历的奇幻冒险 云南重古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相信他的口碑绝对会不亚于龙林石窟 目前看来云南重古从演员的演艺 到特效的制作都非常用心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而且彭月明 张雨琪 江超 一共签约了五部 接下来还有三部的拍摄 一次是昆蓝神宫 南海归虚 乌霞观山 昆蓝神宫故事发生在云南重古之后 前往雪域的除了胡八一等三人 还有另外六个人 他们要寻找的是已经销声匿迹 三百多年的骨骼王国遗址 接下来 南海归虚在原著中 故事发生在黄皮子坟之后 现如今看来水间线会稍微改一下 这一部的故事主要围绕深海当中的 恨天之国展开 今是从海外看病回来的陈教授 拜托胡八一等人去寻找秦王赵古镜 经过几番探查 胡八一确定了 秦王赵古镜的下落极有可能是在深海之中 在寻找宝屋的同时 胡八一打算捞一些明珠 后来还在当地结识了新朋友 还有最后的乌霞观山 这一部的拍摄难度会更大一点 倒也不是特效的原因 而是原著涉及到了比较敏感的问题 此外 还总是提到腰 《乌霞观山》是鬼吹灯系列的收官制作 主要剧情围绕孙教授展开 孙教授真名为风雪舞 祖上是观山太宝 在一定程度上讲 孙教授就是整部系列里面的最大的幕后黑手 他利用了胡八一王胖子薛里昂听自己做事 至于更多的内幕就需要大家自己去距离寻找达啦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咯 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 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啦